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周来的国内外热点问题进行深层次而广泛的研究与分析 帮你了解最近韩半岛及周边地区的局势 时事焦点节目除广播之外 还通过韩广网站提供视频服务 欢迎您收听收看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焦点 我是全晓琳 在6月28号抵达美国开始 就是文在英为其四天的那个美国执行 就是受到那个语论的英论注目 跟那个特朗普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 在那个文在英再次呢 就是首要的目标 他本人在那个处方前已经表示了 就是不会常调在那个韩美首脑会堂上 取得具体的成果 这样着重在那个特朗普的那个构筑友好和那个信任的关系 然后两国的那个首脑在那个30号中午啊 就是在白宫的那个简单的量 就进行了一个会谈 前后呢就是表示就是双方就是关键问题上 或者是达成一个比较共同的一个意识 对外界的一些文贾因追踪成果呢 就是但是呢 比较比较肯定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那个韩国总统那个文贾因 在那个白宫举行的会谈当中啊 就是双方就安全和那个贸易等一体进行了讨论 并表示了那个韩美联合声明啊 在两国首脑的公开那个表态当中啊 就是韩美讲在那个半岛问题上加强那个合作 但是双方在那个军飞分坛和那个重谈 那个韩美自贸协定的问题上呢 分歧就是纷纷的啊 7月1号出版的纽约时报 还有那个华盛顿邮报等就是媒体呢 对此那个韩美首脑会谈呢 就给予一个比较积极的那个评价 但是呢双方强调的那个忽有所求 还有各说各话的一种议题仍然是存在的 今天的十字焦点节目就为了 这个韩美首脑会谈和那个东北亚局势 进行一个分析和讨论 今天特别要请的是两位 现在一位是那个自由亚洲电台的 呃吕春恒记者另外一位在唐国大学的 徐明志教授给我们点评 两位好 邱老师好 嗯 首先刘记者啊 就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韩美首脑会谈的 日常和主要亮点在哪里 是 韩国总统在影视于上个月28号到达美国 嗯 然后29号在白宫先举行了一个欢迎晚宴 嗯 嗯 然后 然后虽然这次是一个工作访问 但是在形式上可以了一定的礼遇 嗯 然后30号在白宫 呃 举行韩美首脑会谈 呃 上午10点22分 先举行了差不多有二十三分钟的单独呃 就是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一个会谈 然后紧接着10点呃 呃49分开始 那启动一个扩大的呃 韩美双方的一个呃 呃呃 呃呃呃 在这呃 收脑会谈上呃文在寅提出 与朝鲜的对话的提议 嗯 然后这个提议呢 得到美国的支持呃呃 韩美两国在国际社会上对朝鲜政策呢 呃 美国一直是是强调是更加呃 对加大施压的一个力度 对 韩国呢强调是一个呃 施压跟这个接触啊 是双轨并行 它一个一面施压 然后通过施压促成一个对话 所以是在呃这个施压和对话这方面呢 呃在对话这 尤其在对话这方面呃 呃文在寅总统韩国总统韩国这方面呢 应该有一个引领的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 另一点我们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总统在通过这次 收脑会谈上表示呃 呃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容忍政策呃 呃已经失败呃 呃坦率的说忍耐已经结束 这是特朗普总统的原话 然后今后呢需要严厉对朝鲜呃更加制裁呃 呃这表示对朝鲜美国对朝鲜的一个呃 呃施压的力度会更加呃增大呃就是在收脑会谈之后呢 美国提出就是呃就是延伸的一些呃英语叫secondary呃制裁的呃这些措施 比如说美国呃对中国的单东银行的等等这些制裁 而另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呃特朗普呃文在寅总统提到美国之前呢 呃因为由于那个特朗普总统的一个握手的动作啊呃特别强势啊是 所以是呃文在寅总统好像是有所准备哈呃特朗普总统把那个左手放在文在寅总统的右肩上呢 呃文在寅赶快伸出左手然后撤住他的撤肘哈呃让他没有动作 听说呃当时在这个握手的呃动作呢持续了四秒钟呃没有更进一步的比较激烈的动作 那徐教授你认为这次那个韩美所能会的那个成果还有他的意义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成果啊嗯因为我们从这个报道里可以看到说达成协议的部分并不是那么多嗯大部分都是达成共识是啊就是说呢这个就一致的意见呢并不是那么多嗯那么当然这之间呢有进行过磋商啊有导出一些比较中庸的一些啊啊 这个答案嗯嗯那么其实这一次这个文在寅总统访问美国他自己也说他这个最大的目的呢就是首要的目的呢就是和这个特朗普建立着个人之间的关系嗯是然后呢呃还有一点就是就应对这个北韩这个核问题嗯啊呃要在这方面要达成共识这边呢已经差不多了啊就说这个就是啊 啊美国和这个韩国两个这个政府的立场多少遮中了一些嗯啊所以说呢啊除了这个加强在施压以外呢还要谋求这个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的啊是这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啊多谈原则共识少暴露这个分歧因为这个这个 韩国和美国之间呢呃存在一些呃近期贸易啊或者是在这个其他这个军事方面是呃多少要存在一些这个矛盾啊所以说呢这方面呢其实没有重点的谈也没有达成什么特别的协议但是呢因为这这这是这个文在寅总统 他就职以后呢是第一次访问美国嗯也是这个韩美两国领导人第一次呃面对面的进行会晤嗯呃所以说呢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成果也是一个意义嗯呃但是呢呃一般这个韩国和美国呢当然说讲的是一个很紧密的同盟关系嘛所以说呃以后在这个就是在这同盟方面呢要进一步加大对那么以后要变成一个伟大的更伟大的同盟啊 啊在这方面呢是两边呢是都是一致的意见啊所以说呃其他呢说在这个FTA方面呢嗯其实他没有导出什么正确的什么特而具体的什么结论嗯再说有关这个萨的问题呢在议题之外嗯呃所以说呢这一次呢就是说那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呢好像是多少有点错过啊啊那么谈的呢就是主要谈这个呃两国的同盟关系啊我想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 可以概括为同盟关系还有那个什么自由贸易协定嗯嗯还有北韩的那个核问题对对对但是呢那个啥的问题呢就是说这次就没有 想在一边了啊好那刘继扯啊是这次对北韩问题上韩美两国有微妙的那个差异吧好像您刚才说的那个韩方嗯就特别长调者是对话嗯那美方呢就是长调者是施压跟那个接触啊嗯其实接触跟engagement跟那个什么对话有一点差异了啊我觉得是呃 呃假如是你一味的施压的话呢呃就我觉得这是施压只能是一个手段嗯在应该是施压的最终目标呢应该还是engagement的就是接触啊或者是一种对话嗯然后才通过对话才能达成一个某一个一个一个共识嘛嗯施压本身不可能有共识嗯所以是这应该是两方面所说的都是同一个事情但是呃美国是他更专注于施压的一部分嗯呃韩国更关注这一个 呃对话这一部分嗯呃文在寅他提出的是先冻结嗯然后再后废弃然后是一个有阶段性的啊两步两个分两个步骤的一个两个刚才你说的嗯也是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这样的呃进行对话然后给你一个相应的补偿嗯呃 然后美国这方面的是呃呃你一定要先契合对契合做出有诚意的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措施嗯然后我们才可以对话所以是嗯这两个呢在不呃呃他所呃呃指向的一个目标呢是一致的嗯但是在一个就是过前后的程序方面是呃呃韩国先强调是一个我们对话然后美国是比较更重视一点是就是在施压嗯嗯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现在是在五年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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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及金刚山旅游 还有开城公园园区等 我们在这十年的期间 曾经有南北韩一个很好的对话机制 虽然是这个阳光政策 没有得到 没有能够阻止朝鲜的核武器发展 但是相对于后面的是 李明博和朴槿惠的保守政权来说 在维持南北韩对话的 这个渠道方面 陆宣和金大宗的政策 相对于是有他们可以称赞的 可以值得称赞的一个部分 尤其在陆宣做总统的期间 文在寅是总统府的大管家 所以现在他做总统的时候 应该会在某一个程度上 会接替 会继承陆宣总统的当时的一些政策 所以我们要继续推动李三家属团去 所以说我们需要跟他进行南北韩对话 所以是文在寅政府在这方面 强调的是一个对话 然后两个步骤 两个步骤 通过对话给你一种补偿 然后促进你放弃核武器 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给你一种 继续给你一种施压 然后美国是一种施压 但是通过这次韩美收到会谈之后 就是美国支持文在寅提出的一个 通过对话的一个施压的一个 不过美国处理北韩问题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上当了好几次了 所以他这个对话 所以应该是那个信赖的基础上 才可以进行的 还有这个环境啊 就是跟这个二十年前 十几年前比的话 现在的环境跟那时候是不一样 所以说在目前这种紧张的情况下 那现在首要的就是说 如果要个案处理 就是我们先只讲这个南北韩关系 先把那个核岛问题放在一边 这样的话呢 可能还有一点机会 但是问题是现在这种情况下 北韩呢是说我已经有了 你不要说是要叫我弃核干什么 你要谈的话谈什么裁军呢 什么要谈这个 所以说现在这种环境 这大环境和十几二十年前是不一样 所以现在要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还有呢这个在谈这个核岛问题的时候呢 在北韩呢也就是想针对美国 想跟美国谈 不想韩国政府在中间插个腿一起来讲 他好像是不太愿意这方面 那这个自贸协议方面有些问哪些问题呢 这个自贸协议确实是这个 韩美两国这个就是自贸协议 这个生效以后 2011年开始到现在呢 是这个对美的这个贸易顺差 就是对美国来说是贸易逆差 是逐年的在增加是不错的 但是呢这个钱从2015年开始呢 这增加幅度呢就慢慢慢慢减少了 尤其是这个去年 去年呢如果说今年比的话 今年一月到五月期间呢 韩国对美国的出口呢减少了三分之一 而进口呢反而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点几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韩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 就是韩国是贸易顺差了 这个减少 美国也是一样相对来说 那现在呢当然这个特朗普总统强调的是 这个钢铁和汽车 尤其是讲钢铁的时候说是 韩国呢把这个中国的钢铁拿进来 又迂回然后再卖到这个美国去 这一点呢好像是有正面提出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现在的情况下呢 韩国政府的立场是这样 当然有些商品韩国是有优势 有些是美国有优势 现在呢有些是市场开放了 像汽车市场开放了 可是问题是美国汽车 当然比过去卖的多一点 还是不如德国汽车卖的多嘛 那这是不是你这个汽车的竞争力 是不是有点问题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 现在如果说是要 你说要这个要说是要公平一点 什么公正啊什么 这样的话呢 首先你的产品呢 可以多进口到韩国来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美国出口到韩国的增加 那么韩国呢 这样的话相对起来的话 双方的这个贸易顺差 逆差就会相对的会减少一些 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这个 现在说是讲这个韩国 说是这个对美国 而且粗暴的什么协定 说是这个韩国 这个贸易顺差太多了 其实我们现在来说的话 对美国来说 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呢 是中国 是吧 第二呢是旁边的墨西哥 第三呢是日本 韩国其实现在排在第八位 就是说比韩国在美国 赚取更多这个贸易利益的呢 前面还有七个国家 所以说呢 你说现在韩国说是这么这五年 变成了什么110亿美元 其实这个是这个韩国也在 相同的立场上在开放市场 所以说那么现在特朗普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协定上面有些呢 就不要做一点修改 就是在哪一方面要怎么样 那么韩国说了 那么你这些产品要修改的话 那我们再谈可以谈 你看一看 把数据拿出来 然后其他国家谈一谈 如果说真的有必要的话 韩国也可以接受 但是呢 那修改不是单方面 只为了你 因为还是要谈的嘛 所以说就谈的结果 这个以后 那么会不会比现在更好 也不一定 那就是说美国 不说谈了以后 其他方面都做一些修改以后呢 就美国就会对韩国的这个出口 就会好一些 这个也是不一定的 所以到时候才能知道 我想这个是跟他当时选举的一个口号有关系 他当时为了选票 一直就是说 我们这个韩美自贸协定 有点对韩国有利 对美国一些不公平 所以是他现在当选了总统之后 一直在继承当时 就是选举当时那种口号 我想这个是 当然也是这个喊给我们韩国听的 但是同时也是对美国的选民听的 就是要求 你看我在这个韩美自贸这方面 我在下这么大的努力 其实他他讲长调的那个钢铁跟汽车行业 都是跟就业有关系的 其实就是在美国生产钢铁跟那个汽车的话 谁买得起 是 所以现在韩国也是这个不叫扩大在美投资吗 尤其现在三星啊 他们呢在那里 因为支持他的人都是一些蓝领阶层的一些 所以呢 这韩国 日本不是吗 安倍一开始就带着一些大包袱过去 就是要在那里投资吗 那么韩国现在带 LG什么三星电子也 也是在那里投资 那么投资的话呢 就用雇用当地的一些人嘛 所以说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韩国在那当地的设的 他需要的一些人 就是工作岗位呢 可能比日本要多 他叫那个外国人来搞一个老公务业区的那个真心计划 对对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了 那刘记者啊 就是防卫费的那个分摊问题上 就韩美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边有个驻韩美军 我们驻韩美军他有一些经费 这些经费呢 就是水来买单 是韩美两国在2014年 1月呢 就是就这个中海美军的助金费用呢 达成一个协定 就是我们叫第九次SMA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呢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我们就韩国政府支付了9200亿韩元 相当于8亿100万美元 这个是相当于中海美军全部支出的50%左右 是一半左右 所以是对韩国来说呢 这是已经很 就是对从我们的经济结构来说呢 从GDP比的话 规模来说呢 已经是非常大的 然后再我们还要从考虑一个就是韩国的舆论来说 因为从美国方面来说 我们美国派兵到韩国来保护你们韩国的国防防御 但是从韩国来说是呢 有一部分人保守团体认为是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到韩国来驻军 对于我们的经济稳定 然后防御稳定 而取得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是另一部分人认为 就美国在韩国驻军呢 并不是只为了韩国的防御 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的一个环节 所以是我们你们在这儿驻军呢 我们没跟你收驻军费已经是很好的 然后我们还要反而给你们支付驻军费 这是我们不可能会支付这些费用 但是所以是在这个舆论分歧的情况下 韩国政府决定拿出支付50%的费用 然后这50%费用还是怎样呢 根据这个物价上涨的这个幅度呢 每年持续的增长 所以是在它是这个 我们在2014年达成这一协定呢 是校期是五年 所以从2019年开始呢 将会有一个新的协定 特朗普的这个谈话呢 就表示说在2019年这之前呢 我先就是先高兴一点喊话 然后呢希望喊 他要那个占这个发育权的 让韩国付出更多一些 因为日本它在驻日美军的 它一个支付的费用呢 占了70%左右 可能是让我们听一点 你看日本人家人家哪多少 韩国学着 那你想北大学院工业组织的 他们的成员过哪多少 那哪多少 那五师再说那个平泽那块地 也都是 世界上最大的 对对无常提供的 所以说 当然这在美国的立场上 当然要减少开支 它在各个地方都设有 他们的一些基地在那里 所以说在美国立场上呢 是希望能提高一点 但是呢 这要看这韩国政府的这个 再说这个财政情况 对吧 这个要看这个 然后呢也要听听这个国民的意见 然后呢 这个你是不是确实是有这种 就是保护伞 能完全把这个韩国从危机中保护起来 等等等等 有很多的这种因素要考虑到 并不是说单纯的说 多给一点钱 少给一点钱的问题应该是 那你你是如何评价这次的那个 韩美所能回谈呢 其实这次刚才我也说了 这没有什么达成一致的 就比较少 就最重要的呢 还是这个加强这个两国同盟关系 这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对北韩政策上的一个合作 这两点呢 当然这个加强同盟是这个 一直以来都是两个国家在追求的 所以说这么以后呢 要更伟大的同盟 所以说在这方面 你说尤其是在军事同盟方面呢 是应该没有第二句话可以说的 那么在这个军事同盟方面呢 又牵涉到了这个北韩的问题 所以说在北韩问题上呢 刚才刘继教也介绍过了 就有一点分歧 但是呢 这个呢 这两方面呢 现在呢 就是比较提出了一个遮中的 不管怎么样呢 你是先要将他契合也好 还是现在冻结也好 不管怎么样 最后呢还是要通过对话来解决 但是呢 美国现在部分人士说 我们现在我们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是全球最强大的 那必要的话呢 也可以动用武力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 那么如果说动用武力的话 这不是说美国跟北韩之间的事情了 那么这个有可能 周边国家 联合生命里面有六个领域 对吗 营造什么公平贸易环境 什么促进 什么经济增长了 还有其他领域了 还有什么全球伙伴合作什么等等 其实这些呢 应该是 你说六个大的 其实这不是大 大的只有那两个 三个 就是那个FTA这方面的 其他呢 就是 就是勉强放在里面的 这样的话呢 比较好谈 后面的这些问题呢 都是比较好谈的嘛 什么加强合作跟周边国人 所以说主要的这三项四项 但是呢 除了这个我说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同盟关系 这个以外呢 其他没有一致的意见 我觉得在这次很关注一点 就是萨德问题 并没有被列为这个首脑会谈的议题 不过那个首脑会谈刚接触不久 就北韩又发射了那个洲际导弹了 对对 是在四号 就是平壤时间的 四号的上午九点钟呢 他发射了一枚 他们自称是洲际弹道导弹 在飞射高度是2802公里 然后在射程是933公里 飞行了39分钟 后来美国方面和韩国国防部门都承认 它是一个洲际弹道导弹 因为洲际弹道导弹的目标呢 它的最小射程是5500公里 已经超过了这个公里 但是现在剩下要核实的是 它的核弹头的一个小型化和轻量化 还有一个重返大气城的这个科技呢 朝鲜方面还没有提出这个科学证据 所以是朝鲜在这方面 它强调它是一个洲际弹道导弹 但是韩国也承认 它的射程方面是一个洲际弹道导弹 但是对剩下的轻量化和重返大气城 这方面呢还有在核实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就发射导弹呢 因为7月4号是美国的这个独立纪念日 对吧 所以之后又发表说是要是送给他们的独立纪念日的礼物 那以后还会常常送 其实啊7月4号有好多那个纪念日 就是北韩的那个什么呃那个单导的军队 就是去年刚刚建立的 那个那个成立几年 火箭军 还有这个刚这个两国韩美这个收纳会上刚刚结束 那么里面谈的有些就是要对北韩的一些问题 他大概那个也是不太满意 所以呢他这个可能在选择这个时候 还有一个呢就说 因为今天不是年初的时候说吗 他们这个已经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是射了进入这个结尾的阶段 那么现在呢大家看那个时候也是差不多了 我们一直在说 因为他就各种导弹他都射了 就就剩下一个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那么这个射了以后还有什么呢 那刚才那个刘继者也说了 说并不是说射程是最重要 因为是这个弹头能不能再在上面的那种小型轻型化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重返大气层 我想这个呢 现在很多人都说 哎呀这个他还没有还没有 其实我看也差不多了 就是说 所以说他这个再射一两次差不多 那么如果说以后再挑衅的话呢 那就变成洲际弹道导弹和第六次核实验 现在剩下这个 那么之间呢 如果说核实验呢 他可能也做一个这种小型弹头的一个爆炸的实验 也不一定 而且威力要更大才可以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们就是完全这个就是具备了这个核岛 因为这个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那一共大概有八个国家 那么拥有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国家呢 是五个国家 所以说这样说起来的话呢 他在这个排名 在其实那个英国法国 他们都没有洲际弹道导弹了 所以说如果他真的有了这个 然后再小心化 那么你要谈 不是要谈说是你要弃核废核 不是这个问题了 说紧军备 对要讲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应该这个要好好的要处理才可以 现在 但是没有一个什么特别 什么一个具体的方法 每天就说什么通过决议啊 要怎么样 要谴责 除了这个以外 现在也没有什么其他 谴责不到位啊 然后他也在那个 到位的话怎么会发射呢 他那个导弹发射 第二天呢 韩国和美国进行那个导弹 一个反击的一个实施 然后还有一个发布了一个 斩首行动的一些录像 但是我写的这个只是一种 一种反应回应而已 它没有实际的意义 是啊那你觉得 将来的那个韩东北的局势是什么 现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说这个要对话呢 好像是还不太容易啊 总统都说了那个对话 总统说了 但是那边不要对话的话 因为上一次也是嘛 这个他们北韩就是拒绝对话 然后连那个韩国民间摊体要送东西 他们都不要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说要对话呢 这个一般都是这样 北韩呢是叫美国和韩国呢 你改变你的那个这个什么政策 那他们呢说你一定要这个 要先废和弃和有前提条件 那么有前提条件 他就不要参加 那么这边呢要有前提条件 所以说现在连这个对话的这种氛围也没有形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要解决 这个好像也是短时间很难 看来那个东北要趋势越来越严峻了 这个现在在德国开那个G20的那个会谈啊 希望是在G20的会谈能够得出一个比较脱散的 比较合理的一个结果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为止 谢谢收看 下周见 再见